这个星期,我们将为您介绍最后一个Google搜寻秘迹,In Your语法。 除了上一期我们为您介绍的In Title语法之外,Google还提供了In Your语法。 这个语法的意思是把网址里面含有这个关键字的网页找出来。 由于很多网站都会把具有同一类型的网页放在同一个资料夹或网页中, 所以如果利用In Your语法,通常能提供非常精确的资料。 像这样的语法,很常用于英文歌曲的搜寻上。 例如,我们想要找寻Lynon Rich的Say You, Say Me这个MP3歌曲。 我们就可以试着在输入框中输入这样的搜寻字句。 由于In Your语法,专门找寻网址中包含第一个关键字。 而第二个关键字则是用来确定是否含有某项具体资料。 所以您可以看到在搜寻出来的结果。 其网址包含着第一个关键字MP3。 其后面的网址或者在网页之中, 则包含着第二个关键字,Say You, Say Me。 同样的,如果您想要找寻关于这首歌的歌词, 您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搜寻。 只要把第一个关键字改成Lilith。 dovote港进行人数据 그렇 сообщ话 olacak。 基因列iro的グッεις关系统 WOW! 不是准备吗! 就锏切击 privilege资料人数据你在馈OW场上巴火。 音量下来我们做事ISم统多观众 erro欢迎新闻吗? 因此当ographer人们要在搜寻anov精方正说的回忍上格的话。 其实还不是被拒泄了有不可乐意、 搜寻结果的网址中 同样出现Lyrics这个关键字 并且帮助您迅速地找到 See you, see me的歌词